下面是我的LINE的ID 那如果你對美甲有興趣 或是想跟我交朋友 我們都可以夾一下我的LINE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紹的主題 是成為自己的美甲師 那我想介紹這個的原因是因為 像美甲這種行業 像比如說美甲 或是一些比如說像技師類的行業 他會比較不想要跟人家分享說 他自己的專業在哪裡 他會像比如說曹菜師傅 他可能會看過 就是他不想要在最後的步驟 然後交給他的徒弟 我就是沒有想要跟大家分享 他自己最精...專業的地方 那我為什麼想要講這個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像我自己 剛開始踏入美甲師的原因 是因為我剛有說過我愛吃嘛 我愛吃 然後像我的之前 我是在旗山念那個時間大學 然後旗山還有那種社區的課程 可以去上 那我可能就拿了DM回來就說 有社區可能要上 我在那個DM裡面有什麼跳舞的啊 什麼做瑜伽的 我就走了一個做甜點的課 我就去上 因為我們愛吃 然後我去上做甜點的課 然後我去上了水晶的指甲的課程 那回來之後 我就看到他在我們家 跟我們坐在一起 在操作那個什麼指甲的部分 我就覺得很有興趣 然後他去上課 回來之後我就跟他學 然後變成 他就是一杯酒 我只要說我一個人就上了兩堂課的意思 然後再來是 我是一個愛玩的人 再簡單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一個愛玩的人 那這張照片是我去年的時候去畢業旅行 然後我們去京都跟大阪 然後去體驗穿和服 原本是我們這四個女生要去這趟旅行而已 然後因為我跟就是這個這位手機 跟他就是我們蠻好的 然後我就跟他說 因為他沒有去過任何的國外的旅遊 然後他說我覺得 我們不要去參加跟團的行程 因為你去跟團 你只是上車下車然後睡覺 然後你去的那個景點 你根本就不了解 你去到你根本就沒有體悟 我覺得你第一次出國 你應該要有自己的 你可以去體會自由行 對未來你的旅程 都會覺得你可以坐這一塊 我不是只是去上車下車 然後吃飯睡覺 根本回來沒有任何的感觸這樣 然後最後我們就去了進度跟大改 然後覺得這趟旅程最特別的事情就是 原本是四個女生要去 後來又加了一群朋友 他們本來要訓服之道 可是因為他們時間沒有敲好 所以他們最後就全部都加入了 然後最後就一直加一直加 然後就有19個人 然後我覺得就 我跟他很像導遊跟什麼複名隊 直接就帶領著大家去玩 對然後 然後因為我很喜歡分享 所以如果你們有什麼 旅遊大家也可以互相的交流 然後再來講到今天 的重要的主題 就是是一個愛分享的人 那 因為美甲市這塊行業是 你要花很多的錢去學 那你去一家美甲店 你可能上一個課程 但是他去教你的東西很少 你可能只學會 你會吐指甲油的人都會做的事 可是你要花可能一兩萬三四萬 甚至有的人花到十萬二十萬 卻沒有學到任何覺得有用的東西 那我自己也是一剛開始有興趣去 呃 其餐的那個課程之後 就跟朋友慢慢的 找一些美甲的材料 自己上網去找看美甲的 呃 有賣材料的材料行 然後去做嘗試 然後 我覺得 後來我就去學了 就是正規的去美甲店做課 去學課程 我就花了 一萬五 然後 去學了一堂叫做工療指甲的課 但是我就真的沒學到什麼 因為那些東西 我在網路上可能看到大家分享 都已經學會了 那 比較專業一點 他有在開那種像大 大講堂的課的那種美甲店 他的課程會教的比較多 可是你相對你可能花可能三萬 但是他不買材料 你可能花材料買一買就好不玩 那我覺得我未來想做的事情是 我想在我有自己的那個美甲的工作室 我有創造一個工作室 那未來我想要在我的美甲工作室 的粉絲團上面去做一些分享交流 就是 像這張圖 可能譬如說 大家一開始看到最下面的時候想說 喔這個好像很厲害啊 不知道怎麼畫的 可是你如果去 有人去幫你分析說 他是一步一步怎麼來 那每一個人你有指甲油 你有可能棉花棒 你就可以創造出最下面這張圖 就是不需要到很專業的工具 那我比較想做的是分享 就是把一些人在工作 呃美甲師不想分 分享不想公開給你的事情 那我覺得每一個都可以抽 你自己的美甲師不一定要去花打錢去學 或是去給人家做 如果真的是很專業的去給人家做 就還好 但是有一些比較簡單的東西 你可以自己去嘗試 像這種就看是一個 那種散狀的筆 就可以操作成那種線條的 然後像這一些 這些都是網路上的一些材料 那未來的話 我也會找一些材料 跟我自己會做一些圖 給大家去做分享 然後再來是我的FB 然後我哥上次來的時候 有380不知道幾個人 然後他說他的目標在 5月的時候要 4月底要有500個人 然後那是他那天來的目的 然後在4月25後吧 我現在的那天就超過500個人了 對 所以現在是 這677個人是 兩天前吧 剛才是671 對 希望大家可以上網到我 看下讚 謝謝 然後再來是 在最後的時候 講一下我的 可能如果你有加了5FB 的話是我近期 這個禮拜內PO出來的東西 那我覺得美甲就是 你不斷的創 不斷的去模仿人家 可能你去每一個美甲店 看他的網站 可以去學到很多東西 你自己去做分析 然後你不斷的模仿 不斷的學習 你會創造出自己的東西 那像這個的話 是我去看一個 就是 一般開始的時候 是因為美甲師 有幾個美甲師他在做 就是他要去看人家那種 run way 就是那種時尚的走秀 然後他們就會去post 比如說他找了一套服裝 他做一組的食材出來 那我就覺得 我也想要做這種事情 又是 比如說 未來是 我看到什麼 就可以聯想出什麼 然後 那個東西就變成是我自己的 而不是我只是去學人家 畫什麼 他畫的 我跟他畫一模一樣 但是那不是自己的東西 你沒有再從中得到 學習到新的東西 那像這個的話就是 我也去看了一組run way 然後就是一個品牌的衣服 然後我去畫出來的 但是因為我後來就找到那張圖了 所以 然後跟大家說 海原物質長什麼樣子 對 然後 再來就是下一個就是比較簡單的 然後畫 就是比較簡單的 然後畫 然後最後一張圖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 這個是 昨天吧 就是po的 然後這個如果 大家對於這個想交還是關頭 就是你有 有 有 可能會想到說 他是那個 Andy Warhol Andy Warhol 就是一個 鋪鋪鋒的 那個 教夫他的 創作 那他比較有名的是那個 那叫什麼 全都飛起來的人 那叫什麼 對 對對對 他出的色彩主題 對 然後那是他的 他最主要的東西 那他相交也是很有名 然後就把他畫在職彩上面 然後為什麼 就要幫著那麼多人 因為他曾經說過一句話叫做 在未來每個人 可能有15分鐘的成名機會 那我覺得 像這種分享會 就我接來參加的時候 我聽到 大家就很感謝他自己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種分享會就是 他說在未來有15分鐘 會成名 那我覺得在今天我一定有15分鐘 然後 裝到可能在場的人認識我這樣子 對 講完了 謝謝 好棒